美国政府宣布了一项高达2.25兆美金的基础建设计划 那预计呢也会带动包括不锈钢螺丝帽产品的需求 现在有台湾厂商也因此受惠 一大卷的钢板透过机器进行裁切 替接下来的制成做准备 另一边则是负责生产焊接管 铸造管配件 每条产线井然有序 我们现在来到台南的工厂里头 在我身旁正在制作的是钢管 一个月的产能就有2000公顿 除了制造之外呢 他们真正的优势其实是在通路 生根美国市场20年 他们可以在网路上购买不锈钢以及铝的现货 也被称作是工业版的亚马逊 全美前50大家工业者中 有超过30家是他们的客户 欧洲 日本 中国 全球前十大不锈钢厂 想要打进美国也得透过他们的通路系统 背后最大的推手就是大成钢创办人谢荣坤 给他的这个方便性 不管是货物的齐全度 或是你的提供的这个交期 他找不到有像这样的一个价格里面 你可以提供给他这样的一个 这么方便性的服务 买B2B的工业产品就像上网买衣服一样简单 客户可以随时在网站查询所需要的产品库存 数量以及价格 然后直接下单 我的价格很不是业界最便宜的 但是对他来讲是最有价值的 因为我的库存产品齐全 然后库存又量有多 所以他有时候一张订单 他可能要跟两个人买 代表这边一次就买足 而且他24小时可以买啊 疫情之下他们能快速满足客户需求 不过事业版图遍布全球数十个国家 要如何管理旗下的钢铁王国 谢荣坤的秘密武器就在这里 大成钢昨天美国卖9980万美金 产生重大差异的时候 我才需要管理 我一天大概花了 真的不超过一分钟 全球就管理完了 每天一早打开手机 迅速掌握全球影运状况 公司业绩真正日上 对于员工的照顾也不遗余力 赤资6000万元 盖五星级员工餐厅 提供免费的有机舒适午餐 给员工享用 还能打包带回家 不只如此 公司每年都会无偿配股给员工 基层员工包括外籍移工 全都有 每人可以拿到25到30张股票 透过公司的制度逐年领取一部分 也成为一种留财的方式 现在还有政策大力多加持 更让公司营运增添柴火 美国总统拜登提出2.2兆美元的大基建计划之后 钢铁铝的需求价格狂飙 大成钢不但是直接受贿者 更甩开去年疫情带来的冲击 疫情过了以后 我刚才讲的嘛 是因为我是通路商 瞬间大家需要货 然后不管工产也好 或是大家裤子上都没有货 所以相对 我现在的毛利 就会比正常的毛利还多很多 四五个月就等于弥补全年份的 年营收目标上看千亿元 不止大成钢营收表现家 近来国际铁矿涨势零力 再加上未来可能征收碳费和碳税 钢厂成本增加 奠定钢价往上走的趋势 也让大牛股变成蛮牛股 中钢股价从4月7号26元涨到4月23号 41.95元创新高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 涨幅已经拉升到61% 叶辉 荣钢等股价也一飞冲天 不过台股资金轮动快速 投资人还是要小心追高杀低 三立新闻 于城湖 许志雄 吕培俊 台南采访